六周选举即将敲响战罗 各政党如今正紧锣密鼓敲定候选人 人民党就率先公布了 槟城三个州议席的候选人名单 分别是亚裔布谍 丹荣武雅及班台热查州议席 而人民党槟州主席郑宇周将上阵亚裔布谍 很大可能将硬碰行动党全国主席林冠英 郑宇周以过往的选战经历 坦然面对敬礼 我来讲我能够得到这个党的提名 尤其是竞选艾布队 我已经心里上 我自己也都已经算是赢了 就当初我本身 对本身 是当初 比如说当初我被派去丹荣武雅竞选的时候 很多人都是炮灰 但是我的心态是既然我已经被选中了 我本身是赢了 郑宇周昨晚在宾州人民党启动竞选机制的仪式后指出 选择上阵亚裔布谍并非针对林冠英 而是让人民有个公平的选择 可以选出一个清廉又道德可信赖的人民代仪式 至于人民党州财政李翠华和全国副宣传主任甘尼哈伦 则将分别上阵丹荣武雅和班台惹茶 人民党来届州选将竞选的15个选区 其中10个在冰岛 五个在威省 郑宇周透露人民党原本计划先公布五个州选区的候选人 不过由于党中央还在面试候选人 因此最终先揭晓三名候选人的名单 其余的候选人将交由人民党中央来决定 是由中央或州来做宣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monsieur personer 美国人俱选人 耶稣 喝胃 我给你们做了什么 在这段时间 łem来